出埃及记第十四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 安营在比哈西路前 密多和海的中间 对着巴黎喜分 靠近海边安营 法老必说 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 旷野把他们困住了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他要追赶他们 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 埃及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 有人告诉埃及王说 百姓逃跑 法老和他的臣仆 就向百姓变心说 我们容以色列人去 不再服侍我们 这做的是什么事呢 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 带领军兵同去 并带着六百辆特选的车 和埃及所有的车 每辆都有车兵长 耶和华是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 他就追赶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 埃及人追赶他们 法老一借的马匹 车辆 马兵 与军兵就在海边上 靠近比哈西路 对着巴黎喜分 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 法老临近的时候 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 就甚惧怕 向耶和华哀求 他们对摩西说 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 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 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 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 我们在埃及 岂没有对你说过 不要搅扰我们 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 因为服侍埃及人 彼此在旷野还好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今天 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 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 你们只管静默 不要作声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 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你举手向海伸仗 把水分开 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 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 他们就跟着下去 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 车辆 马兵上 得荣耀 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 马兵上 得荣耀的时候 埃及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了 在以色列营前 行走神的使者 转到他们后边去 云柱也从他们前边 转到他们后边立柱 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 有云柱 一边黑暗 一边发光 众叶两下不得相近 摩西向海伸仗 耶和华便用大东风 使海水一夜退去 水便分开 海就成了干地 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强原 埃及人追赶他们 法老一切的马匹 车辆和马兵 都跟着下到海中 到了陈庚的时候 耶和华从云火柱中 向埃及的军兵观看 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 又使他们的车轮 脱落难以行走 以至埃及人说 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 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海伸仗 叫水仍合在埃及人 并他们的车辆 马兵身上 摩西就向海伸仗 到了天一亮 海水仍旧复原 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 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 水就回流 淹没了车辆和马兵 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 法老的全军 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 做了墙员 当日 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 脱离埃及人的手 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 都在海边了 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 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 就敬畏耶和华 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 不信心 我许可 我许可